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θ是 這一條直線跟y軸的夾角 他問這個cosθ應該等於多少 那y軸這個方程式 y軸 這個方程式等於多少呢 就是這個y軸 就是 x座標等於0 他的方程式就是x等於0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曉得 這個n1 n1這個單位法項量是多少 是43 他除以他長度是 4的比方加上3的比方 這是5 所以是5分之4 這個是5分之3 好 那這一條直線我叫做2好了 那n2等於多少 n2 這條直線的法項量就是這個方向 沿著x方向的那個單位法項量 就是 這個座標是1 10 10 10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的夾角 他的夾角的話 比如說這個東西我順便畫 這個是 這個的話呢 這個東西我順便畫 這樣子 他夾角的話 跟這歪左的話有兩個夾角 一個是瑞甲 一個是鈍甲 一個是鈍甲 好 那我們現在找瑞甲 找這個瑞甲 找這個瑞甲 這等於N1 都在N1 如果你不曉得他的增幅的話 就給他取決類子 取決類子以後的話 算出來就是瑞甲 然後你給他加護號以後 就是鈍甲 好 那一度的話呢 這個就是五分之四 好 那這是瑞甲 另外的話呢 就是cos 4± 這個是等於 這個是等於 負的五分之四 這個是等於 cos 180度 減四 那當然 負的cos 所以cos 所以cos 可能是鈍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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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是正負 正的或負的 五分之四